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拖动背景层到创建新图层按钮上 复制出背景副本 也可以按快捷键Ctrl加接 复制出背景副本2 选择工具箱中的矩形选框工具 在属性栏上 将样式设置为固定大小 将宽度设置为450 高度也为450 在工作区内单击鼠标 创建出选区 选择滤镜 扭曲 极坐标 选择平面坐标到极坐标 点击确定 按快捷键D 将前景色和背景色设置为系统默认的黑色和白色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 选择柔角画笔 单击涂层条板下方的添加涂层蒙板按钮 以顺时针涂抹 如屏幕所示 接着选择工具箱中的椭圆形选框工具 在工作区内画出正圆 按着键盘上的out和shift键 菜单选择修改 变换选区命令 调整 选区的位置和大小 按回车键确认 选择背景副本2的图层缩览图 按快捷键 Ctrl-Shift-I 返选 按键盘上的Delete键删除 接着选择背景副本 按Delete键删除 按快捷键 Ctrl-D 取消选区 合并背景副本和背景副本2 按快捷键 Ctrl-E 向下合并 调整水晶球的大小和位置 按快捷键 Ctrl-T 按回车键确认 用同样的方法 多制作出几个水晶花球来 关于下来 这个有点滑水晶花球 沙发表减确认